说有一种检查是靠着吃糖去检查癌症 各位知道吗 吃糖就能查出癌症 我们选择一种特殊的糖 它能被恶性肿瘤所吃掉 然后在体外探测体内的分布 也就是说咱不同病了 还能选不同糖 它有一双火眼金睛 这个火眼金睛到底能看多小 0.5厘米的冰灶 就是5毫米 PEDCT化身名侦探 让肿瘤无处藏身 个儿高的 扫的时间长 你这个分层切得多 你能不能做出1万5的价值 你是他的失忆人群吗 吸血管系统疾病 然后工作压力大 生活不规律 亚健康人群 以上这10个都是 PEDCT检查的适应证 健康朋友圈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养生秘方和助藏朋友圈里来帮忙 大家好 我是方亮 说有一种检查呀 是靠着吃糖去检查癌症 各位知道吗 我问一下陪诊团两位 你们了解吗 吃个糖就能查出癌症啊 对啊 妥妥的糖尿病 我觉得方亮肯定周末去什么健康小讲堂 你肯定去了 忽悠你买产品什么呗 哎呀 亮哥是不是花钱了 买啥机器了 给我用一用呗 我的天 你说怎么跟这两个人来交流呢 你说我像是能有钱的样子吗 我拿啥买呢 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说的这是一个机器 你别说我了 其实呢 一般人还真买不了 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啊 可是长得火眼金睛 这样吧 我说呀 大家不明白 咱们看看去 52岁的李叔叔 近五六年 全身多处骨骼疼痛 备受折磨 他于两年前 在当地医院骨科住院治疗 还接受了右近肥骨手术 但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医生认为 长期的骨骼治疗不见效 会不会是不对症治疗 进而为他进行了 全身性的PATCT检查 根据PATCT影像提示 患者全身骨骼骨质疏松 并多处囊状骨质破坏区 再结合其咽血的结果 最终确诊其为 甲状螃蟹功能抗进症 半棕色流行程 这找到了病因 医生对症治疗 也解决了患者多年的疼痛之苦 小鱼你看啊 明明这个人呢 他是浑身的骨头疼 但却是甲状螃蟹功能抗进症引起的 这个就得于那个机器 火眼金睛给看出来的 对啊 你说这PAT他挺特的啊 是吗 他是不是一个高端豪华版的CT啊 你说这个CT可能很多人都了解 都知道是干嘛的 但是一说起这个PATCT 可能有一些人就陌生了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 这个高端体检新贵 查癌利器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合医学科杨之光医生 主持人好 体检团好 我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合医学科的杨之光医生 杨之光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影像医学和合医学博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合医学科 两年省分子影像学会青年委员 你看刚才我说什么呢 吃糖能查癌症 你说他俩还偏不信 杨老师 今天好好给我们大伙科普一下 到底是什么糖 那怎么就能吃个糖甜心汁的 然后还能把这个病症查出来 这个糖啊 其实说的不是说吃到嘴里 而是说注射到血管里 来查恶性肿瘤用的糖 这个恶性肿瘤是什么呢 就像一条贪吃蛇一样 它呢生物活性代谢非常高 因此呢我们选择一种特殊的糖 它呢能被恶性肿瘤所吃掉 然后在体外探测体内的分布 然后呢正是基于这种原理 然后我们就可以检查出肿瘤 头一次听说这个癌症爱吃糖 对 还不甜 这个方法倒是挺好的 我感觉对于患者来讲 应该是少了很多这种麻烦 应该是挺遭罪的 这回大伙应该都听明白了 是不是 大部分的癌细胞就像肉一样 一般的X射线CT扫描 只能清晰探测骨头和金属 对躲在肉后边的肉就无能为力 肿瘤在生长过程中 会吃掉大量葡萄糖 和其他营养成分 如果我们给葡萄糖装上定位器 即便癌细胞绞兔三枯 我们也能轻松地锁定它 这种技术就叫做PAT 这里当然不是宠物的意思 而是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 PATCT具有一次扫描 就可以查遍全身 所有的微小病灶都可以被查出来 功能特别强大 优势非常的明显 那PATCT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 它是一种把放射性的核素 引入血管内 到某个特定的组织 或者器官有病变的地方 然后在体外探测体内的 放射性的分布 然后就是来看功能变化 优势在哪呢 是提前三个月到半年 发现那个疾病 这就是核医学的一个特点 打一个比方吧 就比如说咱们看天气报的时候 首先是卫星拍摄一个版图 这句什么呢 就相当于CT 是看这块土地哪是哪 哪个省哪个市 然后过一会儿放一个卫星拍摄的云图 就是说整体上是哪块下雨 哪块炎热 哪块下雪 然后是云图 而PATCT相当于是卫星云图 就是把地图跟云图合到一块 既能显示它的位置 又能看它的功能变化 这个就是PATCT 然后打一个生物学的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手一个黄豆 这个手一个黄豆 哪个煮过了 不知道 怎么看呢 就是煮过的黄豆 颜色没变 没煮过黄豆也是黄的 哪个 那我嚼一嚼应该能知道了 我练练练练 我感觉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 经常就看这个黄豆的 我这一看我就能看出来 我一看就能知道 这个又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查 同样都是黄豆 怎么检查有没有活性 通过这个特殊的糖 就是之前开篇的时候说那个糖 被黄豆吃掉 或者被人吃掉 黄豆相当于肿瘤一样 摄取这个糖之后呢 如果它有活性 代谢非常高 在体外摄影的时候发现 特别浓俱 很异常 如果是说煮过的黄豆 已经没有活性了 那么呢 不摄取这个糖 体外显影 什么也发现不了 这个就是合医学 这个PATCT显像的一个特点 我们PATCT不仅有这个糖 这个显像剂 还有别的显像剂 有很多针对炎症啊 特殊肿瘤 以及一些全身性的病变的 特殊的药物 这个就是说 不同的手段都能来显像 针对不同的疾病 来进行诊断 也就是说咱不同病 还能选不同糖 就一次就可以全查出来 就身体所有的问题是吗 对于我们 我们基本的显像范围呢 是从头顶到膝盖上方 就是这个范围就够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拿这个PATCT 来做检查 最小最小的那个病灶 咱们PATCT能看到 这个火眼睛睛 到底能看多小 很负责任地讲 0.5厘米的病灶啊 就是5毫米 5毫米病灶 可以看见 5毫米 半个厘米 半厘米 那是不是相当于把人 就相当于用影像 给切成片片片片 那么细了 对 这个还是 太专业了 挺专业了 就是 就是我们看片子呢 主要就是说横断层 就把人横着切成一段一段 那像亮哥 这1米8多身高 那给切成多少片啊 他用的片子就多呀 我们就算一下吧 那我这身高的话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这个影像机 那对这个费用是不是 多吃点头 量格是1米6也好 1米8也好 无论扫描层数多少 检查费用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视同仁 合适 当然了 这个说的这个切成片啊 它只是一种这个形象的说法 就是可以把人 非常细致地说是那个 能看具体 某一部位某一层次 有没有什么病灶之类的 大伙别害怕啊 不是真的把人切成片 那再粘回去的话 那人就没法活了 对 尤其量格一粘 这时间不也更久 也费焦了 我还真用不上这个器器 就比如说 没有肿瘤 我也没有癌症 对 量格呢 你能用得上吗 我刚被你们切完 你说呢 玩笑被玩笑 但是呢 还真是这个问题 哪些人群 需要做这个Ped CT 这有一个小图表 来试一下 都哪些人群 适合做Ped CT检查 首先看一下 是第一个 很明确了 肿瘤患者 然后呢 肿瘤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然后还有呢 老师那怎么能判定 我们谁是肿瘤高危人群呀 比如说那个 有家族史 比如说家族遗传性洗肉 这样的话吧 有可能患肠癌 这样的人群 都需要做Ped CT的筛查 这属于肿瘤高危人群 还有呢 有癌症病变的人群 就是经常吃热的 然后食管那个 有异常的结构 菱状上皮化生的 这属于癌症病变 体检的时候发现 那个肺里有一个 小摩贝利结结 然后这种 越长越实乘的 这也算癌症病变 对 老师 那很多人做这个 肺CT会发现那个 就是小结结嘛 那您说这种结结 咱们也是可以通过 Ped CT来验一下 它是不是癌症吗 我们用Ped CT呢 可以说监测它 看糖代谢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发现 这个糖代谢有奢取了 代谢活用增强了 可能那就是 癌症病变 或者说早期癌 原胃癌 早点切掉 不会转移 还有就是说 长期患病的人群 这可能也就是说 那个长期的炎症刺激 导致的恶性病变 这也需要排查 再就是说 肿瘤疑似患者 这就是Ped CT作用了 就是到底是不是肿瘤 然后还有应用方便的 除了肿瘤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 神经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 然后工作压力大 生活不规律 亚健康人群呢 也可以进行排除一下肿瘤 这些以上这十个 都是Ped CT检查的适应症 还有人说工作压力大了 我感觉不太舒服 也有去做一做这个的 亚健康 我觉得咱们媒体人 还是属于这一类的 天哪 那咱仨都是这个 适应其中的一类呀 赶快约个时间 咱也去查查去 对对对 还有那个 我看到上面还有写什么 是神经类的 就是一些什么 帕金森老年事的 这都能查出来 对 就是最常见的 阿尔兹海默 然后癫症 然后都可以查出来 这些都是良性病变 但是对人的健康损耗 也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些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 很多群人可能 也根据刚才 您列举这个图表 开始给自己圈范围了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也属于其中的 一类人群呢 那对于Ped CT 您还有哪些问题 想要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记下 我们栏目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来咨询 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给您 最权威的答案 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 228元37分50份 只要您患有 心脑血管疾病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直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作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生 好消息 东炳夏至 高珍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 228元37分50份 高珍堂37分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 是普通三期超细粉的 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 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氧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 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急 胸闷 胸痛 气管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支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小船慢足费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小船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说到了 这个PAT-CT 那我们接下来 要问一下杨老师 就是哪些情况 到什么样的程度 医生会建议患者 说你去做个PAT-CT吧 方亮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专业 就是除了肿瘤患者之外 还有什么情况 我们需要做PAT-CT 大家看一下T1 肿瘤标志物升高 一般来说是针对某一项肿瘤的 特殊的生物学标志 验血测出来的 患者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突然某个指标高了 需要针对这个指标 去进一步检查 再一个 觉得自己一直很健康 突然不明原因 体重下降了 排除了好些疾病 然后想查 是不是肿瘤造成的 体重要是上升了没事 但是突然下降了就证明可能有问题 突然瘦了还不是好事呢 这是无缘无故的突然下降 那确实应该是小心点了 再一个就是说 不明原因发热 身体一直很好 突然发热 用各种先进咔声素 打起来以后 一停又起来 反复几个月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是不是肿瘤发热造成的 听了杨老师的讲解 我突然间特别感慨 我特别担心铁风哥 你说这年后办吧 然后吧 经常吸烟 研究 你说他那个肺 也不规律 对不 那个肺 你说万一 你这得了点什么事 你说咋整啊 你说咱能不能带他去 咱们那个杨老师医院 做一个这个Pi的CT的检查 给他扫一扫 关键吧 你说扫全是挺贵的 咱给他扫一个部位 行不行 对啊 说你有的 条件也受限 给他就扫一小块 对 让他能接受得了 对 就给他扫膝盖以下 当患者那个肿瘤 全身情况已经确定的时候 想看看局部有没有进展 或者局部治疗情况 可以做局部现象 但大部分情况呢 既然已经来做这检查了 肿瘤呢 不是一个局部的疾病 是全身性的 多系统的累积 所以说还是进行 全身检查比较好 当然了 局部检查 费用要低一些 这个优点这么多 我这么打算 有需要的这些全友 都得去查一查 对对对 但是检查之前 有没有什么准备工作需要做呀 首先呢 在检查前一天 一定要是晚上 不要那个喝茶 喝浓茶 不要喝咖啡 不要饮酒 这是头一天晚上准备 然后休息好 并且呢 用长效胰岛素 控制好血糖 因为有些患者呢 第二天早上 血糖高 他那个检查效果不好 但是呢 还要注意一下 什么呢 空腹 就是说 头一天晚上九点之后 别吃别喝了 九点以后就算做事 最晚十二点吧 至少空腹 六到八小时 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 做完剧烈运动呢 肌肉会显影 造成脏氧剂 那个在肿瘤之外的地上分布 影响诊断效果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金属事物 一定要摘除 血糖 如果是过高的话 那么有一个 叫竞争抑制的一个机制 身体里 或肿瘤摄取糖 那量是有限的 那你放射性的显像剂 这个糖 就吸收不到了 所以说 要控制血糖 如果血糖高了 显像效果很差 核医学 刚才您也说了 有一定的放射性 那么做完了这个PET CT 用不用跟家人隔离两天呢 会不会身上 我都是冒着光的那种 一提到核 我想到的就是 核泄漏这样一类的词 我想这核多吓人呢 别别给我整成 那个变异之类的 基因变异啥的是不是 你说摊上这事了 别再影响生育啥的 毕竟我还小 这个核医学中的核呢 大家不要害怕 也不用谈核色变 这个核医学的核 跟核武器的核 虽然是一个核 但是当量不一样 剂量要比核武器 小得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说从核酸显像剂 到做案检查 然后呢又喝水排尿 回家的时候就几乎很安全了 但是呢为了以防万一 那个我们可以啥呢 就是说跟孕妇 还有那个小婴儿 远离一晚 第二天就没事了 咱们多长时间做一次 派的CT比较好 对 咱们做这个派的CT 这一次给做多长时间呀 做一次派的CT呢 时间大概是 就是拿防量做比较 就是说你这个头 这个还不一样 对啊 个高的 扫的时间长啊 你这个分层切得多呀 切几层 对 以为你万万能做出 一米万五的夹 像铁风哥 他这切这费点劲 对 得处理结果 好 那比如像我这样的 一米八二的身高 得做一次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像小鱼和阿智呢 那个子挨一些 可能十五分钟就够了 十五分钟 多长时间做一次呢 比如针对肿瘤患者 常规呢是治疗之后 开始疗效 一般是三个月一次 然后要做手术 不需要说放化疗的 可能是一年一次 体检的患者 一般是四十五岁以上 然后两到三年做一次 也是视经济情况而定 毕竟这个检查 也是比较昂贵的 我问一下 就是说刚才说 说我这二十分钟进去 然后就可以出来 然后什么问题都能查清楚 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可以百分之百负责任地告诉你 不能百分之百 因为没有绝对的 就是如果它百分之百的话 那又不需要CT核磁 咽血超声那些了 就是影像手段 还有各种辅助检查手段 它们是互相补充的 而不是说那个 就是说互相不可替代的 说到这PATCT是一直被崇拜 但却从未被了解 那今天您对PATCT了解了多少呢 那关于PATCT检查 您还有哪些疑问 可以向我们咨询 记下我们的电话是 024-2318-6065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